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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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 给他叫我出来 好 老卢 开门 谁也都睡了 干什么呀 我 派出塑小诚 开门 开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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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诚 怎么了 这两位怎么回事 这两位是吸引队的 我是吸引队的 有些事情希望你系络调查 凭F42187的车是你的吧 不是 不是 是我的 是我的 严肃点落炉 他们可是吸引队的 别开玩笑 不敢不敢不敢 说怎么回事 这个车牌号啊 是别人以我的名义买的 因为他是外地人 在本市上不上牌照 这人是谁啊 家住哪儿 咱们跟他联系 他叫朱大春 我知道他的手机号码 不过他搬家了 他现在究竟能住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给他电话 真对不起 停机了 联系过上了 你 嗨嗨 还是给钱呢 他玩什么呢 在这等着 在这等着 看到了吗 拿着 甭找了 赶紧滚吧 啊 谢谢 谢谢啊 跑不穿吧 哼 谢谢大哥 嘿 这大客气什么呀 这 图仰 是不是 再说一 哎 意思 今天你可不是我对手啊 有小马哥 我师父 小马哥 彭哥抬起我的 其实我啊 也就会点三脚猫的功夫 那好啊 现在咱们老板 广告人才的时候 等等等等 你少给他打广告 赶紧的 到时候怎么着 朱老大 杨老板到哪儿去了 还有我们的衣服 手机 都哪儿去了 你看今天 哥们哥俩弄得 多这么狼狈啊 我哪儿知道 老大来电话了 让你换了衣服 赶紧去南城 对了 别往回打电话啊 老大说了 现在条子盯得可紧 杨老板那边的会计 都被盯上了 小马哥 千万别往回打电话 动不好 被窃听了 王府饭店也被盯上了 这儿都不安全了 老大说的 这怎么办 我们钱全在哪儿呢 老大自有安排 换了衣服 赶紧走 这怎么回事儿 你那是衣服合适不合适 我还没穿呢 先别急着做检讨了 现在主要是说说 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大自 你说说 我的意见是先观察 因为现在情况不明朗 我们谁也不能肯定 周小昊已经认出了 天明和马会的 现在最关键的是 我们跟他们两个人联系不上 问题就在这儿 咱们的人放出去 生死未捕 无法联系 这是最危险的事儿 我们现在手里代查的线条 有两条 第一 毒贩会合的四合院 这儿的房主跟他们肯定有联系 第二 车号为平F42187的汽车 是马会他们接头用的 我已经通知各路口 巡警们正在追查 我现在担心的是萧云的问题 萧云是天明的联络员 她现在到底应该在哪个位置上 萧云 萧云姐 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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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你不能这么激动啊 老周的事儿我们一直在心里记着 可情感归情感 案子归案子 你必须把它分清楚 如果像你现在这样这么激动 你说我们怎么放心把你放在第一线 这件事 谁都不能做栏目 局长 你还记得吧 好 当初你和大曾 让我进一线 就是答应让我亲手抓住周小昊 一定要亲手抓住周小昊 好 萧云 别太激动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 可是现在咱们出于劣势 咱必须 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案子上 对不对 没问题 萧云已经干那么久了 都已经很熟悉了 不用问 绝对没问题 我答应你们 那你们 分配任务吧 这就叫嫖娼 明白吗 找谁都没用 我真的是被陷害了 我跟他什么都没做 真的 谁陷害你了 怎么陷害你呢 他姓什么 叫什么 身份证 身份证 你身份证在哪儿 我没带 你可真够硬的 你想扛到什么时候 啊 你是秦皇岛人吗 你叫杨天树吗 我都怀疑你了 我说的这都是真的 不信你可以给我会计师打电话 他住在王府大饭店 我现在什么都没带 只能让他把我领回去 那他叫什么名字 萧云 他是你什么人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嘿 还挺不耐烦的 不是不是 我 我有点着急 这个信销的是你的什么人 会计 我带过来的会计师 管钱的 小蜜吧 吃肉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你小子可真够花的 不是 那是我大姐 大姐 电话多少 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 如果周小昊 没有发现天明和马辉的身份 那么萧云就应该继续住在王府大酒店 充当天明的财务人员等候消息 如果周小昊已经发现了天明和马辉的身份 我估计他们两个人暂时不会有危险 因为周小昊可以利用他们两个作为筹码来要挟我们 周小昊非常狡猾 我估计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两个筹码 可是这样一来 萧云的处境就会很麻烦 他如果继续住在王府大酒店 就等于把萧云往湖口里锁 但如果他不住在那掐断这条线 所以天明和马辉 孤立无援 刘局 我觉得现在暂时没有别的办法 我还是想让萧云住饭店去 我会再派人暗中保护他 因为周小昊知道萧云手里有巨款 肯定还会跟他联系 而且 现在我们手里还有优势 优势 对 我们的优势在于 我们已经知道背后的主谋是周小昊 而周小昊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他 因为他觉得那天晚上他的对手全给烧死了 而毕永胜还活着的消息 任何外人都不知道 除了他老婆吴文丽 对 吴文丽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好了 他们村里的人都以为 毕永胜已经被烧死了 没有人知道真相 而且 一般的小喽喽 根本不知道这个神秘人物是谁 所以 他们也不知道周小昊这一号人物 对吧 我们索性来个装活动 假装什么都没发现 继续按我们的计划来 只要他们的人一落头 和萧云在联系 我们马上行动顺藤摸瓜 给他彻底人棍蹬掉 真麻烦 都不让人睡个好觉 同志 你能不能先打个电话 我的身份真的很特殊 不信你见到我会计就知道了 你少胡扯 你不想睡觉我们还想睡觉呢 赶紧签完字再说 那我没嫖娼 这字我不能签 好啊 那我们还抓错了 错在哪呢 这群众警报你有不轨行为 我们一抓一个转 都躲在被窝里了 你还说什么呢 你们这些老板啊 自己以为有点钱 就想做什么都行 在我这儿 没一门 你必须签字 你要不签呢 待会儿找个什么人把你领走了 然后就不承认 还可以反咬一口 是不是 你想的没 赶紧签字 可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干 好吧 那我们错了 行 先举留起来 明天再说 别别别 等等等等 同志等等 那 我要是签了呢 签了 签了就通知你的人 然后交发款 再教育教育 明天就给你帮了 你要是不签呢 我们只好跟你叫上劲 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我真没见过你这种人 都打了个现象 你还不承认 硬硬的是地方 干这事还出好汉 你去吧 同志你请我解释 我真的是有冤枉 我真是有冤枉 我真是 你打一个电 打个电话 打一个电话 真的真的 同志 你千万记得给我打电话 闭嘴 小子 抽枝烟 那小子嚷嚷地要我们给他打电话 有病 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嫖渴 明里上 来 等明天电视再播了再说吧 咱们吃些消息 你守着啊 我不送你了啊 自己打车走吧 这边太显眼了 小雪 我知道你心里 别难受 别难受 我知道你想去医县 想新手抓住周小豪 可是现在没办法 你得住在酒店里 对 我可以 弄把他的身体 好 没没 应该就这样 就这么好 有来 说 我 达森 我要活的 你们一定要答应我 周小昊活着给我带回来 我要找到多年的事 小昊 城南那边发现那辆车吧 大哥 小昊活着发现我们了 现在追上来了 陈出信 老朱 不要怕 我跟你说 咱们是做大事 不要已经一整理 知道吗 可是 这不可能啊 他们怎么发现我们呢 什么可能不可能 这杨老板和小马哥 可都是警察 人家抽口 怎么把那个妈 妈呢 妈玩死他们 老朱 现在不是已经开始玩了吗 你不怕什么 你只要咬去牙关 一句有书 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上去 要是没有什么证据 他们明天必须放 好 我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跟他们玩吧 这帮傻猫竟然 玩死他们 对对 玩死他们 你放心 首先他们也没有什么证据 对付 即使有什么证据 现在他们的人在我手上 到时候你可以把你换住 你完全不用担心 好 大哥 有你安排 我什么都放心 好的 刺客院的房租已经查到了 房租已经出国 现在租给一个叫朱大川的人用 又是这个朱大川 这人以前没听说过呀 这就是周小浩的聪明之处 他用的人都没按底 咱们对的这辆车 使用者也是朱大川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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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走 快點 快走 快點 快 快 能不能给我点糖吃 当幼儿园了 我 我 我有滴血糖 什么都没说吧 先给警察要糖吃 恐怕 我撑不住了 要不然 我会有生命危险 疼得住吗 高兴 行了 糖也吃了 说吧 姓名 司机 我问你姓名 我是司机 你不得了啊你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司机 师父 快点吧 秃鹰都催了 彭哥 不好意思 我把那个手指给弄脏了 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拿点新的过来 今天怎么这么呗 彭哥 你也知道 砸肚子没办法 麻烦你们啊 没事 我去上外头给找找 好 谢谢 来吧 不 谢谢 谢谢 不 谢谢 师傅 统一掌来了 好 见 喂 喂 喂 你是 喂 谁电话 你找谁啊 找谁啊 喂 你谁啊 我告诉你 少理他们 都是鸡 你懂吗 我不知道 是你女的大奶来的 怎么回事 出什么事了 我不是我给她打的 行了 别啰嗦了 好吧 那我鸡 你怎么来的 跟我鸡什么呀 这不是我打来的 是他们打过来的 我能是个老实人 不会骗人 李队长 我就给您一无一时地讲清楚 不 是汇报 我晚上八点左右 和几个朋友在卡迪歌厅唱歌 突然闯进两个人 他们都是外地的 一个叫杨天硕 一个叫马强 这两个人干嘛的 怎么就会闯进去了 那个姓杨的是老板 姓马的是保镖 他们是秦皇岛人 可能是我的哥们 带他们来的 你的哥们是谁啊 胡鹏 一个叫胡鹏的小子 是他介绍的 说要是有一笔生意给我谈 而且是大生意 什么大生意 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生意 后来那个姓杨的很鬼秘的跟我说 要找个地方好好谈谈 我心想送上门的财路我不能断呀 我就带着他们去了我的一个点 什么地方具体点 东边 东二立交桥过去有三公里左右 有一个四合院 我朋友的 他出国了 让我替他看房子 我们就在那谈的 谈到了什么时候 那个老板他们到哪去了 谈几分钟就走了 他要的那东西我不敢做 李队长 我是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 我哪敢做那种事啊 什么事啊 那个姓杨的一开口 你猜怎么着 要五公斤白粉 五公斤 是吗 对啊 他是贩毒的吗 是啊 我一听说他是干这个的 我哪敢接啊 就赶紧给人送走了 后来他们说要玩玩 我估计可能是找小姐什么的 我就让胡鹏陪着他们去了 我自己就先撤了 那警车追你你怎么不停啊 我滴血糖啊 那你也知道了刚才 我在车里都不行了 我就给司机说 你先开回家 有什么事再说了 我心想我又没犯什么事 救命要紧啊 我回到家吃了糖再说了 大三 是我 刚才我那个联络电话 响了一下就不响了 我猜可能是马辉 我查了一下这个电话号码 是城南旅馆的电话 好 我明白了 我马上行动 吐云哥 太累了吧 没事 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不用操心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就这些 是的 你出的这些都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 那好 一旦签字 这个就作为法庭证据 你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了 都是真的 我发誓 没有一句话是假话 那好 在你签字之前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城南旅馆是你们的地儿吧 现在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我马上就过去 我希望在我回来之前 你想清楚了 在这上面签字不签字 你可没有案底 你犯不着为别人扛事 我还告诉你 这事给你扛也扛不住 别到这把小命都丢了 哎 哎 附杨 怎么还没到呢 急什么 一会儿就到了 方华 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真想造他一顿 从头到尾就三句话 我是司机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刘哥 不对 这才两句话 就是三句 我懒得说那句 第一句 我是司机 第二句 还是我是司机 第三句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说多气人 别生气 凤凰 你生气的时候 吃点东西吗 赵迟 气死我 还是不对 四句话 你们老板呢 请拿 老板不在 我问你啊 半小时之前 这两个人来过没有 这个来过 后来跟我们老板走了 去哪了 老板叫什么 车号是多少 我们老板叫白达庆 车号是 11998 去哪了 去哪了 他没跟我说 他就说这两天不回来了 走 通知所有的巡警 交通警 公路检查站 还有啊 公路上所有的电子眼 派的资料 只要发现 11998号的汽车 马上通知我 好 喂 你好 车号是11998 好的 我们一定注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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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童谣 这是什么地方 老大会在这儿吗 老大安排咱们来这儿了 那我们老板也在这儿吗 小马哥 现在可能要委屈你一下 快点说 什么事 臭多么屁呀 小马哥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 昨天你们在说事的时候 被老毕的人给点了 杨老板和老猪也被捏了 什么 猪大哥被人捏了 被谁啊 是公安还是毕老大的人啊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老毕的人干的 其实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老大通知我 咱们到这儿来 老毕会带着杨老板和老猪过来 到时候 咱们都有个说法 说法 什么说法 上次咱们老大把他弄得够呛 这次可能是想把货要回去 我知道 老大绝对不会吃回头藏 他不可能退货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哼哼哼 哼哼 他们要弄了啊 哼 小马哥 你现在要想好了 我们今天 要跟老毕的那帮人动手了 你要不要参与 你要考虑清楚了 哼 废他们话 杨老板都被他们捏了 他能坐这不管吗 小马哥 你的意思呢 哼 我当然得管 这些都是老毕女 看见那小红红没有 那是他表哥 我怎么不知道这人 你他妈知道多什么 废话 老大没道的 我知道怎么办 要不先打个电话吗 不急了 那么多人怎么打 要不打就是挨打 这把人混蛋 你先下去 这撞你 下去 干嘛去啊 干嘛去啊 我和杨老板是生意人 跟你们也没有任何过节 麻烦你们 别为难我忙了 杨老板 什么杨老板 哦 放羊的老板 干嘛 你别欺人太甚了 我们老大 我们老大马上就到了 他什么人 你应该清楚 你识下点 把朱大哥和杨老板给放了 要不 小贼 你甭想出这院 哦 是吗 那我就得看看 到底是谁不想活着出去 好 Cruz 杀 2 8 2 0 2 2 3 4 4 5 9 10 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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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站住 安全 快跑 站住 站住 再人上了 好 小子你别等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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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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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老大 坐 坐 坐 好戏开始了 老大 我不太明白 把那个条子一刀捅了不就得了吗 费这么大事干嘛 你们总是不明白 急什么 咱们哪怕现在把他放过 他只要还在平昌室 咱们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钱 就这么慢慢地跟他耗下去 这才是艺术啊 懂吗 咱们现在缺什么呀 缺钱吗 缺女人吗 缺兄弟吗 在平昌室咱还缺什么呀 过去 那几个傻帽警察 差点要了我的命 现在 我要一点一点地玩它 慢慢地 把他们玩得焦头烂额 最后 再一个一个把他们玩死 这才有意思啊 我现在也不想报仇 也不想卸翻 他们在那拼命 还以为是替我拼命 他们不都以为那些人 是毕老大的人吗 我要的就是这样 对不对 要是什么都直说了 一刀把他捅了 哪还有这事啊 我就是让他们一边被我打 还一边想着为我拼命 把一个案子做得百转千回 让那帮傻帽警察 被我牵着鼻子走 这才是境界啊 咱们现在只要把事做好 做妙就行了 那个姓马的不是说功夫好吗 今天就让他好好表现表现 那个姓杨的说 不是从来不碰别的女人吗 我就让他嫖一次 再让电视台给他曝曝光 下回有机会 再做个套 让李大僧钻进来 咱们好好的收拾收拾他 这才好玩啊 再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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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住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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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